判决已经生效 而且已经走到执行这步了 也就意味着不能再拖再找理由了 那不知道刚刚大家伙有没有注意到啊 郭爱军说呢 这钱得别人给他房子了之后 他才能给张先生 难道这钱不是他借的 他是帮别人借的吗 这又是咋回事呢 在郭爱军的理发店 法官明确地给了郭爱军两个选择 要么今天拿钱 拿诚意和张先生达成和解 要么送居 年底能给 这样吗 不年底给不上 给你半个小时之前 你俩就在这儿闹 不行你就跟他回去 要能行 你别骗得空口 我就说什么 几个份几个份的 你今天拿 那到时候 我问你小伙 我说了 年底给 那到时候年底要不给 不孩子回事吗 你说那玩意 但是那有用吗 啥都没有 我昨天就说 啥的黄那有用吗 这都没有用的玩意 你现在判决也能够履行啊 你还跟他承诺那个东西 他那效率还能比判决高啊 以前承诺是我承诺的吗 那倒不是 现在呢 既然都判得我跟田的 我就是 我是这么承诺的 法律呢 法院那判你了吗 对不对 那我只能这样的 带别的我没有 那你要是 那要是带我 那你就等着我这活儿玩事 我只能连你给你历子 你只六月份 七月份 他要是不给 我是给不上历子 但是连你呢 那还能差不多 这一年呗 郭爱军表示 如果张先生能等到年底 那么他可以一次性还清所有的欠款 张先生虽有无奈 但也表示接受 那么这笔钱当初是咋谈的呢 为啥借完之后 还款却这么难呢 那你跟这个 就是今天见到这个女的 你们两个人之前 认识吗 这钱是他借的吗 还是谁借的呀 这钱是他借的 当时是什么情况还借的 你们两个人还认识吗 这是其实吧 那之前那是俺家老头 借他的钱 快80了 老头还有病 这么的就改我这个 这是名头了 那当时是老头跟这个 跟他认识是吗 就是当时是一个骨子的 对对对 衣服都下巴拿住着 然后当时什么喜欢借的钱 是急需钱的还怎么着 他也是说给别人借 别人做那个工程的可能是 原来郭爱军口中的别人 是一位做工程的朋友 虽然郭爱军没拿着钱 但这钱确确实实就是郭爱军 向张先生的父亲借的 张家人和做工程的人不认识 也不可能借钱给他 因为是郭爱军借 所以才有了这笔交易 但是别管最后这钱谁用了 借了钱就得还 要好几回呢 好几回就是他老那个不给 就是什么呢 那头没给他钱 就他给别人借的 那也是没给他 没给他玩他 就是不给他这个钱 他老说什么没钱没钱 张先生说 之所以不愿意同意郭爱军说的 六七月份给房子顶债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类似的承诺 郭爱军一直在说 但一直没有兑现 也没有承诺 他就说那头什么时候给他 玩他才能给我这钱 张先生说 这钱咋借出去的 就得咋给老父亲拿回去 不然老人每天寝食难安 法官也表示 之前每次与郭爱军电话沟通 都挺顺利 但他就是不犯实事啊 今天要是商量不出一个结果 那就必须要对郭爱军 采取强制措施 联系上他电话也接 因为他就是 申请人提供的线索 就说他是开了一个理发店 所以就是电话一直都接 也没说不给 就是说没有能力旅行 想跟申请人卸赏 因为咱们依法向他送达了 执行通知和财产报告令 他既没旅行 也没报告财产 所以我们依据民数法的241条 今天就是想对他采取拘留措施 虽然郭爱军说 这个钱他是帮别人借的 可是当初签字的是他 判决上需要还钱的被告也是他 钱只能是他来还呢 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其实郭爱军心里 也清楚将要面临的后果 虽然说条件也许不太好 一时半会儿不能够一次性给清 但是要是每个月少还点 也不至于让张先生 这么不信任不是 那最后双方到底能不能就还款的具体事宜和钱数达成一致呢 在现场 执行法官希望郭爱军这次拿出一个还款的态度 直接表态这钱到底怎么还 还多少 如果你觉得一年能给你 应该等这一年没问题 然后具体这个 因为本金是七万五千多一点 然后你可以说你 立即肯定会 肯定会有立即的 这一点你 那两个文姐了 那知道啊 然后具体你们这个金额你们可以协少 你就说 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定一个数 可能是八万或者说七万 你少了就是七万 多一点可能八万块钱 你说一年以内 给你 你同意这边可以做和解协议 如果说到期和解协议没履行 你上法院重新申请恢复执行 就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仗也 现在判的就是你 你就别说 对吧大姐 我现在跟她说话 我说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至于以前是人家怎么说 现在都回到我感觉了 就是我说了 对不 以前是人家说 现在就得我说了 可以你俩就做一个手续 写个和解协议 这个协议 这个和解协议我俯协 你让你说 你年底那不凑点 你要说要想 让男朋友算一下 现在多钱肯定会很多 你就是和解协议的话 你说 行 年底 被执行人郭爱君痛宽地答应了 年底一次性还清 法官也表示 这应该是对双方 都有利的一个结果 那申请人这边 又是啥意思呢 到了理发店以后呢 就是我们发现 他这个理发店并不像申请人说的 说盈利很多 因为他理发店也看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 一个检疫房改造的 然后这边呢 就是被执行人 也提出了一个方案 应该是以前跟申请人 没所过的这么一个方案吧 然后申请人 在最后也是同意了 他们这一个方案 就是说也说 就是在咱们将被执行人 代理准备拘留的这个 之前吧 申请人执行人 就是统一了他这个和解方案 所以就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 要是到年底给就给你薄啊 要是没到年底要给上了 你就别让他去 行吗 要是年底给就给你薄啊 要是没到年底之前 六七月份就给了 你就还按那几万五 这你也得知道究竟是谁的 可讲话也没有钱了 到一个户子的 你也觉得那啥吧 可讲话这玩意儿 你头不见 抬头见 可讲话你一个活你中就不放 那这两个钱活一辈子吧 对不 听了这段对话 这咋反过来被执行人郭爱军 还让申请人放宽心 别着急要钱呢 谁被欠钱 谁不着急要回来呀 郭大姐还是抓紧攒钱还钱吧 说再多 最后这钱也是一分钱 都不能少还呢 这黑协议的内容就是 在今年的7月30日之前 如果他能一次性给付7万6千元 这个案子就算执行完毕 然后他们又设了一个条件 说如果是7月31日之前 不能给付 那么就是在12月31日之前 能给付也可以 但是这个金额就变成8万块钱了 然后申请人和被执行人 也就是就这个协议 也达成了一致意见 经过执行法官的努力 社方达成了都能够接受的和解协议 那两个还钱时间节点 2022年7月底和2022年12月底 也希望郭爱军这次能够言而有信 争取暗期还上贷款 这借了钱到期咱就得想着还 承信才是与人相处的根本 别让张家仁再着急上火了 还有就是即使履行判决 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这也是对法律最大的尊重